這個題目 同學你看一下他的那個 提幹的敘述 他說 安迪想要幫媽媽換手機嘛 然後他要去比較原方案跟新方案 第一年的每個月的月租費做的比較如下表所思 請問一下那一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同學你看他的第一個選項 他說 僅考慮第一年所花費的金額 新方案怎麼樣 有沒有比原方案還要來的划算 同學我問你划算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全部加起來 對不對 看誰比較想 或者你去算他平均每個月的那個月租費是多少 對不對 那我問你這題你為什麼做 我跟你講 當然是去算他的平均啊 因為他後面的選項有問到標準差 標準差是不是就是平方的平均點平均的平方在開更號 所以你一定會用到平均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你們會算這個平均嗎 全部加在一起除以1250就好啊 對 但是你們在不用計算機的情況底下 這個你們覺得好算嗎 不好算 不好算啊怎麼算會比較快 那就繼續算啊 當然不是這樣啊 你們以前沒有學過嗎 有啊 有啊 第一個那個基準點 對 我跟你講 不要用原始數據去算 你先把數據做平移 你聽到嗎 用平移後的數據去算 算完之後再把它平移回來就好 比如說 同學你看嘛 欸 我們找誰 欸 289出現三次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啊 我們就把這個原方案的每一個數字都把它減掉多少 都把它減掉289啊 來跟頭一起一起好不好 大家都減289啊 反正你用289去減 你減掉289對不對 那等一下算出來的平均你再加289 再加回來不就好了 你聽懂嗎 不要用原始數據去算 不過同學這個東西喔 我跟你講啊 這個以後的學測喔 聽說考試會發計算機 所以 對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喔 其實你知道的 你們就是大概會算就好 欸 減掉289 欸不要講話 來這個是0喔 這個是0 這個是0 339-289是多少 欸幫我算啊 多少 1 這50 這50 然後這個多少 這個是50 然後這個是多少 這是70 然後這個是70 然後這個是多少 8 欸不是啦 這是100 這個是多少 100 那這裡如果減掉289 這邊是負的多少 負10 然後這個是負的多少 負到20 然後這個是負的多少 50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先用平移過後的數據去算嘛 算完之後 再加289回來不就好了嗎 因為平移會影響平均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先把它平移 那平移過後的數據當然會好算很多啊 對吧 來我們先來算平移之後的平均喔 叫做y18 來 這個平均是多少 欸要除以12喔 所以負50負20負10 這是負多少 這是負的80 然後再加上來這裡的話 50加50 100 170 200次 300次 400次 所以加上400多少 440 對不對 啊400次減80 這是多少 360 所以360除以12 所以這個加負是誰 這個加負是30 對吧 欸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這個平均是不是30 所以同學我問你喔 你的S1 bar 這是平均數啦 來你真正的平均應該是30再加多少 欸你剛才都減289啊 對不對 啊你現在再把289加回來嘛 289加30 所以是多少 319 所以這個平均是319元 對不對 這一個啊 這一個原來的月租費的平均是319元 原來這一個方案啊 他的每個月5號要花319元 這樣可以嗎 行不行 啊同樣的道理嘛 同學你第二個也去算啊 對不對 啊你算完之後你就可以去比掉哪一個方案比較划算 不是嗎 欸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下面的問題 也是一樣啊 同學他問你什麼標準差 那標準差 你就平方的平均點平均的平方開更號 你就算那個大概 因為他只是贏大小 對吧 啊最後一個問題他問你什麼中位數平均數重數 那個誰不會啊 你只要把這些東西算出來就好啦 對不對 欸比如說同學我問你那個第四個選項啊 欸我先問你喔 第四個選項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我跟第五個選項 平均數喔 他第四個選項是問你說 在原來這個方案裡面 平均數是誰 欸我們的平均數是319元喔 那請問你中位數是誰 欸同學中位數會不會算 他已經幫你由小到大排列了對不對 對吧 他有按照順序嘛 由小到大排列 這裡喔 1到12個月 那中位數在哪裡 中位數不是中間的嗎 加起來12 那誰跟誰加起來12 對這兩個月的數字加起來怎麼樣 除以2啊 這個就是中位數嘛 所以中位數哪一些 一下囉 欸中位數medium 他就會等於 來289 34 再加上多少 339 再除以2 你算出來多少 314 314 314對不對 好 然後我再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他這個題目還有問到什麼 還有問到重數 來請問在這些數字裡面哪一個數字出現最多是 289 所以你的重數 來你的MO 就是你的重數嘛 重數是誰 289 所以像 欸第四個選項 同學我問你喔 第四個選項說 中位數會大於平均數會大於重數 會嗎 中位數有大於平均數嗎 314有大於319嗎 沒有啊 所以第四個選項不對啊 那第五個選項也不對啊 他說中位數大於平均數等於重數怎麼可能 所以四跟五都是錯的 那3呢 怎麼樣 他就是錯還可以 你說3嗎 對 那你就要算標準差 那你就要把那個新方案 你的平均數也要把它找出來 所以是對了嗎 這一題答案我告訴你喔 這一題答案是1跟3 對 這一題答案是1跟3 然後那個多選第二題的答案是1跟4 對 1、4 1、3 然後1、4 1跟4 1跟3 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答案是1、4 這樣好不好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吧 考卷要記得把它訂正完喔 謝謝 謝謝